台北市中正区在上午发生了一起惊险车祸 一辆计程车转弯的时候不小心掐撞到了轿车 接着又继续往骑楼冲 差点就撞上了机车骑士 好在呢最后一秒 这名骑士跳开成功的逃过一劫 不过呢后来才发现 这名肇事的司机并没有酒驾 他说自己是因为高血压 当时晕眩没有办法控制才会尿火 刺耳刹车声从远处传来 不久后肇事的机车车就往骑楼方向冲 正在休息的骑士险些遭受波及 好在最后一刻他惊险闪过 目击民众上线关切 而是外的店家门口桌椅被撞到喷飞 他们受到的惊吓也直呼 实在太夸张 惊险车祸发生在北市中正区怀宁街 教室的理性驾驶时了要上午9点多 右转席先撞上了路边的轿车 接着冲向骑楼 他攻称自己有高血压身体不适 及时不能控制 他没有酒驾整起车祸 也没有人受伤 进去看看他都上高血 造成阴陷 那个时候我跑出来 叫他马上去关掉 他爆炸 因为他以前还在震荡 造势的建车司机后续自行离去 除了咖啡店受波及外 北市知名的副产科强颜 也被撞掉了一大块 没有人员伤亡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成长张士奎台北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